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 最近出了个事情,就是谷歌翻译退出了中国 谷歌原来对国内的服务,就是2C的服务 就直接给普通用户用的服务 还有两个能用,一个是谷歌地图,一个是谷歌翻译 但是谷歌地图前面已经溃出了 具体哪天退出的,我已经想不太起来了 谷歌翻译应该是在11前后,应该11前也退出了 但是呢,也没有解释啊 这个其实中国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就是不让你用了就不让你用了啊 这个不会告诉你为什么,也不会给你解释 这个就突然就没了,然后怎么发现的呢 就是大家有这个网站,谷歌翻译原来一直能用的 是用哪个网站的,就是translate.google.com 这个网站你是从来不能用的啊 就是当谷歌退出中国以后,这个网站就不能用了 但是呢,有一个网站叫translate.google.cn 啊,这个网站原来是一直是可以控错的 啊,在11前后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东西打不开了 而且有一些国内的软件 比如说国内有一些这种字典软件啊 他干嘛呢,他会这个 比如说你去查一个词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微软是怎么翻译的 谷歌是怎么翻译的 百度是怎么翻译的 有道是怎么翻译的 他会把这所有翻译给你列出来 对吧,那么这些软件的就都不能用了 对吧,就是至少谷歌这个结果就回不来了 因为有很多就是做翻译的人 或者做一些这个,呃,真的去需要去翻译一些内容的人呢 啊,他们会喜欢把这个不同的翻译结果拿出来比较 啊,比较了一下以后呢 啊,能够找到一个相对比较 比较靠谱的结果吧 大概是这么干 啊,这个就发现就不能用了 然后怎么被干掉的呢 就前面我们讲啊 就是没有看到一个官方的解释 谷歌也没出来解释 政府也没出来解释 反正他就没了啊,这个事呢 可能永远也不会给你答案 啊,但是大家要注意是什么 就是字典这种东西啊 还是很容易泄密的 因为,呃,他是在服务器上 他不是在本地 对吧,你要把你要翻译的那段话贴上去 然后呢,他从送到 比如说谷歌的服务器上去翻译 翻译完了以后再给你送回来 啊,把这结果送回来 这个过程呢,呃,对于一些涉密啊 或者对于这个东西肯定是很危险的 啊,像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去翻译一个这种涉密文件的时候 他们会专门注明 哎,说你是不可以去 啊,查这个国外的这种字典的啊 这个是有规定的 啊,这个我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 我记得那时候看那个陆顶记 啊,陆顶记就是尾小宝找到这个一本书 叫42章经 然后里头号称有这个藏宝图嘛 然后他为了把这个 但他自己不认识字啊 他为了把这些字认齐了怎么办呢 他会把这些字都抄下来 但是呢,这个打伞 然后找一个人递过来说 来,这几个字念什么 啊,什么意思 然后再换一个人 然后再拿出几个字来 啊,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啊 他这么来处理 这是当你一些需要保密的东西 哎,或者说有一定的 还是说保密吧 就是有一定的保密性的这种东西 需要去翻译的时候了 确实是这么干的 你可以翻某一个词啊 这个词我去翻译一下 大概是什么意思 哎,你或者是一整句话呀 或者一整段呀 你比如你统一扔到一个什么系统里去翻译 这事儿的很危险 因为现在呢 谷歌翻译已经发展的很好了 现在大家都是干嘛呢 就把一整篇文章都扔上去 啊,很很大的一篇文章都扔上去 然后他依次给你翻译出一个 基本上还凑合能看的东西 就是你可能文法上会有一些不通的地方 但是呢,基本上能看 因为现在这个AI,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 这些东西已经发展的很好了嘛 就是不太影响阅读啊 不太影响阅读 所以呢,就是如果一些真的很重要的东西 很要求保密的东西 你送上去翻 这个事儿呢,确实是不 翻译系统 就是谷歌翻译啊 退出中国的一个可能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隐私问题啊 隐私保护问题 这个事儿呢 确实是比较麻烦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翻译系统啊 其实是比较容易栽赃陷害的 你说这个翻译系统怎么栽赃陷害 有趣的故事啊 其实这个故事我前面讲过 再跟大家讲一次 这个谷歌翻译 或者所有的翻译系统 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首先你给他一段文字 甭管是中翻英英翻中 或者中日 或者任何一个语言翻译 对吧 你先给他一段文字 说请把这个语言 比如说英语翻译成中文吧 翻译出来以后呢 你会觉得读着不对 对吧 感觉也差点意思 然后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用其他翻译软件再翻译 或者说自己联盟带猜 说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意思啊 就是你认为正确的结果 和这个答案呢 重新提交给谷歌 说看呢 我觉得这个词在这应该翻译成这个 不应该像你那么翻译 那个翻译是不准确的 翻译成我现在理解的这个词呢 会更准确一点 谷歌是接受这种修改意见的 接受完了修改意见以后呢 如果有很多人都去改 他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答案 就是我原来错了 我就直接把它改过来就完事了 对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可以干嘛 那叫投毒 比如说原来他们就试过这个事啊 就是把这个 比如说川普是一个不讲信誉的人 大概是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英文 你给他 然后呢翻译出来就是川普不讲信誉 对吧 然后你要写这个拜登 也是这句话 就是把名字从川普换成拜登了 然后呢 他最后翻译出来的结果 就是拜登是一个讲信誉的人 他是会出这样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怎么出来的 就是反复投喂啊 反复投喂 实际上你这个过程 你要投毒也行 等于就污染了 他这个翻译系统 所以谷歌后边 他没有人看着啊 或者有人看着吧 但是呢 这个大家 这么多人上 上面提交的这种语料 或者提交的这个信息啊 他是没法一个一个的去教验的 所以很多的会自动采纳了 那么就比较容易被投毒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比如说我有竞争对手啊 比如说百度翻译 有道的这个 有道这个翻译啊 比如说这些人 对吧 我们不希望跟谷歌竞争了 这帮人太厉害 打不过他 怎么办 训练机器人上去投毒 投完读以后呢 然后找个领导说 领导你看这个谷歌 太不尊敬咱们了 对吧 然后他把明明 把一个什么什么词啊 他故意翻错 而且翻的辱华了 对吧 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逃脱不了啊 交税死亡和辱华 把他辱华了 那么这个事情弄完了以后 就直接把它干掉啊 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 不是说这个就就不存在 因为你真的是一身都是纪点 对吧 这个而且还都没法跟人解释 对吧 那就很容易被搞定啊 很容易被人收拾 就是就是随便啊 投放一点点 投喂一点点 那种毒料进去 然后呢 就可以看 你看百度翻译的好好的 对吧 他这就不行了 一弄进去 就直接辱华了 对吧 那他这个就直接干掉了 哎 这个东西呢 因为有很多这个点 是没法解释了 说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行 你告诉我 我去改行不行 呃 这个事没法跟你解释 就跟那个李佳琪 对吧 举了个蛋糕 就就就没了 然后呢 又文明奇妙又出来了 对吧 所以这事他就说不清楚 哎 这个所以就谷歌呢 可能死掉的 呃 也有很很大的可能性 是这么死的啊 那么下面说 没了怎么用啊 就是在国内还有啊 就百度的 呃 微软的我不知道 还能不能用啊 微软也有一个 这个病的翻译啊 就是所有的搜索眼庭 都做翻译 然后金山磁吧 也做翻译 然后呢 啊 网易有道云笔记啊 也是这个做翻译的 其实做的还可以 就是呃 可能没 跟谷歌比起来 有的时候不一定 哪个好使 哪个不好使 就是大概 就是你还是都能用的 哎 那你说我用了这个东西以后 有没有安全问题 对吧 我翻译了一些东西 是不是会被人敲门 我翻译了一些这个 啊 不是很恭敬的话 是不是会被人敲门啊 这个 我们只能用金山 当时讲的一句话 因为金山云啊 金山WPS 把人家那个文件删了以后 大家去指责说 你怎么可以删我的文件呢 然后这个金山办公的 这个CEO啊 就出来解释了 说我们是符合国家要求的 国家要求我们 这些平台企业 在这个用户 传播信息的时候 是有监管责任的 哎 如果我们没有进到这个监管责任 我们是要去啊 等于是要被处罚的 比如说他通过你这个平台啊 处理了完了这个信息啊 翻译分享出去了 那你是要一起来受到处罚的 对吧 那么国内所有的平台系统 都是有这样的监管责任在里头的 哎 所以不要问我说 哎 我把一些这个啊 奇奇怪怪的话送到百度翻译了以后 是不是啊 有关部门就知道了啊 不要问我这个事情啊 他们有责任来去监管 而且他不监管的话啊 他们自己也会倒霉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你说我用国外的还行不行啊 也还有一个东西能用啊 Deep L D E E P L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德国人做的啊 这个呢 其实效果也挺好的 我现在自己也用 当然这个不能跟我比啊 就是这个不叫不能跟我比 因为我们家里是这个 时时都在这个 就是我们可以看YouTube吧 大家都懂的 对吧 所以Deep L到底现在还能不能用 到底能用到哪一天 我不确定啊 也许以后就只有这个 百度翻译 什么什么有道翻译 这些东西可以用了 就只能用境内的了 对吧 这个那一天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对吧 等哪天说 这个国外又有什么人骂咱们了 又有辱华了 那么我们就规定 所有的翻译软件 今天通通都不许工作 对吧 这个多好的事情 对吧 你看得懂的人 就自然就看懂了 看不懂的人 你们也别费心 这个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啊 这件事情 就跟我今天去商场那套 一看大疆的店 居然开着啊 让我觉得异常惊诧 他也说大疆店开着 有什么可惊诧的呢 大家要知道 往年啊 只要是开两会 或者开什么各种大会的时候 大疆的店都是要关闭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疆卖无人机嘛 这个所有开大会的时候 那个无人机是不许飞的 虽然原来这个无人机也不许飞 像北京五环 六环之内吧 无人机都不出去起飞 但是呢 到开大会的时候呢 就是他会专门再出一个通知 说哎 整个开大会期间啊 都不许飞 虽然原来也没许过啊 但是他会再强调一次 而且呢 他会告诉大疆的这个门店 所有卖大疆的门店 在这个两会召开期间啊 或者某一些大的这个重要活动期间 必须闭店啊 你不许开门 那你说你以前买的呢 以前买的我不管 但是反而这几天你不许开 你如果是有人在这新买了一个 然后到时候来捣乱了 那你就要一起来承担责任 就中国这种责任划分是很神奇的 哎 那我今天看到说 哎 大疆的店居然开着了 但那你说现在还没开会呢 但难道能开了 不是这样了啊 现在是北京市是有规定的 是从9月15号到10月31号之间 所有的这种小型的这种飞行器 或者叫V型的飞行器 都是不许飞的 按道理说呢 这段时间 大疆是必须要闭店的 对吧 就已经进入这个状态了 对吧 他比这个两会啊 这样进入的状态要早 哎 9月15号就进入状态了 那现在的大疆店是什么呢 就是他只卖这种叫手持设备 对吧 比如说action啊 或者是这种pocket啊 或者是这种什么手持云台啊 对吧 他现在只卖这些东西 然后所有跟无人机相关的事都没了 所以他那个整个那个店里 他有一半的柜台是空的 有一半的柜台有 哎 就中国的有时候这种责任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就是他说不清楚 对吧 但是呢 他他就是要一层一层往下压 就是你每一层你们都要去承担责任 会干这样的事情 那大家说谷歌当年是怎么退出中国的呢 是不是有人感兴趣这个问题 啊 这个事啊 有各种猜测 咱们今儿都不猜了啊 这个呢 咱们按照谷歌自己的说法来说 这个是在哪呢 就是谷歌有一本书啊 叫谷歌重新发明公司 啊 这个书呢 是谷歌上一个CEO叫叫史密斯 但他我印象里是叫史密斯 他写的 然后呢 这个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呢 是有版号可以出版 可以买到的啊 这是个正规的图书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写的说谷歌是怎么退出中国的 哎 上面写的是监管问题啊 监管问题 他说呢 谷歌其实是愿意配合监管的啊 那个 呃 中国政府你给我任何的监管需求 我都愿意配合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 你要告诉我为什么 对吧 这个你比如说 我现在要这个封禁哪个词 啊 那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那我就去封禁 这个没有毛病 对吧 然后你封完了以后 你告诉我哪天解开 或者说永远不解开了 你给我一个原因 都是可以的 谷歌在全世界都会配合的 比如说德国 啊 它是很多纳粹相关的词 是被封禁的 哎 所有这些词 包括这些结果 是不可以展示的 对吧 那么人家告诉你说 我为什么 然后就是哪些词 你拿去去处理就好了 谷歌也愿意去执行 在中国呢 他也愿意执行 对吧 只是呢 咱们最后是什么呢 就是大量的词啊 是没法说清楚为什么的 对吧 好像有 就是他们在 退出中国的时候 大概有一次是 把某一个省的名字 就是叫什么什么省 我忘了是哪个省了 直接变成敏感词了 就是这个省 相关的所有内容 不许出来 对吧 他说这个为什么呀 他说这是 一共30个省 还是你 你一下把这一个省的名字 就敏感了 啊 这是怎么回事 对吧 这个你给我个解释 说没解释 对吧 封到哪天 不知道 对吧 他就弄成这样 他就觉得这个 很难去执行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他反而也在 很努力的去沟通 说咱们能不能讲道理 对吧 能不能把这事说明白 说不明白啊 这事说不明白 然后就发生了什么呢 就是 谷歌的代码被盗的情况 就是谷歌的代码是 原来是所有人 可以看所有代码 就是谷歌希望做一个 比较开放的公司 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规定 当然了 突然就发现 被攻击了 被哪攻击了呢 山东南乡技校啊 这个他有这个计算机课的 这个教室啊 这个里头正好是有一个乌克兰的这个老师在里头讲课啊 这个他们那个班的教室里头的这个电脑 就攻击了谷歌的服务器 中国的服务器 然后从里头下载了大量的谷歌员那边 然后呢 他们就一气之下说 我们就走吧 不跟你玩了 对吧 这个故事 咱这个事咱也讲不清楚 对吧 这个 就就不干了啊 他们就跑掉了 但是你说 来乡技巧这么厉害吧 你别想啊 就是他们就属于这些肉鸡 对吧 肯定被人跳转了吧 啊 这个这种技巧里边这种电脑能有多厉害的 咱就别想这事了 啊 这个谷歌呢 当时的这个退出中国至少 这算是一个在中国可以合法出版的图书上给的一个解释啊 那我就给大家这个解释就OK了 其他的咱们也就别瞎猜了 对吧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然后谷歌呢 是逐步退出 就是一开始呢 呃 谷歌其实很努力在中国做生意啊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生意 包括他买了什么G.CN 对吧 他觉得中国人喜欢搜索嘛 然后呢 我一定要给你买一个短点的域名 很贵啊 那个域名非常贵 G.CN 像其实很多这种域名都卖掉 比如Z.CN是亚马逊的 对吧 Z.CN 大家都喜欢去干这个事情 他们就买了一个G.CN 一开始封禁了以后呢 就是呃 大家G.CN就不能用了啊 Google.CN也不能用了 但是呢 Google.com 然后呢 这个有的时候也能用 有时候不能用 然后后来呢 他就说 咱们可以到Google.com.hk去 呃 有一段时间还可以用 但是后来就慢慢的都封掉了 然后包括什么呃 油箱啊 包括谷歌的其他的所有服务 就是一项一项都退出了 油管呢 更是就是从头就没 基本上就没放开过啊 就是只要有的时候 他就直接退了啊 直接就干掉了 啊 像这个最后退出的两个呢 一个是地图 一个是字典 啊 地图应该是我印象里 应该更早一点退出 字典呢 是到今年的十一前后退出了 啊 他也是一步一步后退 啊 但是谷歌呢 在国内其实跟其他的 像Facebook Twitter 跟其他的这种啊 被中国封禁的这个产品不一样啊 他在国内是有巨大的办公室 就是他在上海 在北京 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 都是有办公室 包括香港 台北 他都有办公室 啊 这个咱们就算中华台北吧 这个啊 不要挑这个什么啊 啊 有有很大的办公室 有非常多的员工啊 那么这些人干嘛是 啊 这些人在在做什么工作呢 第一个啊 就是他就是咱们前面说 谷歌关闭的叫2C的谷 就是给这个啊 普通用户直接用的 这个服务是给关掉了 啊 那么后面呢 这个谷歌呢 是比如说有一些2B的服务 就是给这个呃 其他的这种商业活动伙伴提供的服务 还在继续用 而且还在很努力的去推广 第一个 比如说是叫手机厂商服务 呃 以前最大的客户是华为 对吧 我要给华为服务 然后呢 呃 帮助华为去适配谷歌的这个啊 系统啊 然后每次谷歌出的新的安卓系版本以后 我们要跟华为一起去沟通 然后怎么能够让华为手机可以更顺畅的跑这些东西 呃 他们也要做很多这样的服务 包括小米 好像华为不干了吗 小米 OPPO WEBO 然后那个叫什么 呃 中兴 然后还有这个荣耀 对吧 这都是可以用谷歌服务的吗 呃 那么大家就要来坐下来谈说 哎呀 我们谷歌准备啊 有些什么新技术了呀 大家这个服务准备向哪个方向去改了呀 哎 他们要跟大家去沟通这个事情 呃 这是第一个大的 就是谷歌在中国做的一个比较大的生意是这个 就是为手机厂商服务 呃 因为其实这么想吧 全世界的手机厂商除了这个三星之外都在中国 对吧 三星可能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在中国生产的部分啊 就是以前肯定也在中国生产 像苹果正在中国生产 但是现在有一部分搬到越南 有一部分搬到印度去了 然后呢 是安卓手机剩下绝大部分就除了三单三星之外都在中国市场 所以呢 他们会做这样的这种服务也是很好的 因为呃 像甭管是荣耀也好 小米也好 opo vivo也好 他们要干嘛呢 他们要在安卓的基础上做定制开发 对吧 现在叫米UI是什么呢 就是安卓哪个版本上 然后我就在上面画了点花啊 采剪了一些或者再添加了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这样来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谷歌就要上去服务 说哎 我们啊 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然后你改完了以后出bug 然后机器崩了 那我来赶快给你看看是怎么回事 他干这个事 第二个事是干嘛呢 叫广告销售啊 他要卖谷歌的广告 谷歌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告公司 没有之一啊 那么他卖给谁呢 比如说这个电商啊 我要到美国去卖这个 呃 比如吧 我要去欧洲卖电视台啊 这个 那么我希望这个 整个欧洲的任何家庭 在谷歌里边只要搜索电视台 我一定要排第一个 那怎么办呢 向谷歌交钱呗 对吧 那么这个事呢 也是谷歌在去干的 而且挣很多钱啊 这个这个业务非常非常挣钱 然后第三个呢 叫叫应用开发者服务啊 或者APP开发商服务 有这么多游戏是中国人写的 有这么多的这个APP是中国人写的 比如说吧 TikTok 中国人写的 对吧 做完了以后 我在安卓上可能有些问题 然后我的广告SDK没接通 然后我在哪些手机上有问题了 那谷歌也得给他们服务 对吧 那么这这些都是有的啊 这是谷歌啊 做很多这样 手机厂商服务 广告服务 应用开发者服务 新技术推广啊 这些事都干 比如说谷歌说 哎 我今天有一个什么新技术了 哎 那么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推广 请这个中国的啊 开发者都学习学习 然后呢 大家一起进步 他们也好好干这个事 这个事呢 就是他当前未必挣到钱 但是未来的 哎 如果大家都学会 都用这个技术 那没问题 对吧 这个你下回还得用他们家的东西 但是这样来做的 就是人家收的是未来的钱 这个是谷歌在中国 其实一直在 很努力的在拓展业务 这个谷歌呢 一直也在努力的回到中国啊 不要说这个一项项退出 我们越来越封闭了啊 谷歌你那么清高 你那么看不上咱们啊 没有那个啊 谷歌一直在为回到中国做努力 对吧 他们想去做什么 就是专门中国版的安卓 我专门给你做一个不就完了吗 这个包括中国独立的Google Play 就是谷歌运用商店 对吧 他说那你不希望跟美国人用同一个 咱单独给你做一个 你有什么审核要求 我给你上 对吧 他这个谷歌这一块 还是说我愿意配合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就是说 你要有一个清晰明确 可解释的标准 对吧 那我犯了错了 或者我有什么问题呢 我可以上你那去 比如说你这犯错了 那我可以上来解释 我可以辩解两句 或者叫上诉 对吧 那我这没犯错 我不是这么想的 对吧 他得是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状态 咱们国外的法律也好 包括谷歌 苹果 Facebook 这些大厂 或者大平台制定的所有规则也好 人家都是标准清晰明确 而且是可以去辩解的 对吧 但是呢 你到了一个这个 这个没有标准 没有清晰明确的标准 而且你犯了任何错误 都不如去辩解的地方 那这事都很麻烦 国内也有很多厂商在帮他一起做 说我们愿意帮你去干这个事情 比如说吧 像那个咱们玩Steam游戏 对吧 那么国内就有一个叫 蒸汽平台 对吧 那我就单独给你做一个呗 然后我们也有国内的厂商来帮你做 做完了以后 按照国内的标准重新上架 不就完事了吗 然后谷歌在国内也找了公司 说哎 你们帮我做吧 单独来运营和维护这个Google Play 然后我把整个这个代码呢 都分割出来 就把整个Google Play的原代码分割出来 你拿去改去 改完了以后呢 咱们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 咱们做一个符合要求的这个应用商店 行不行 对吧 一直也有人在帮他做 然后他们也一直有人在国内 在去沟通 在去谈这个事情 但是呢 这种事就是没人敢点头 因为你没有清晰的标准 那么你谁点了头 出了事以后 谁要背这个雷 那么何必呢 咱们自己这么多产品啊 这么多这个系统 咱用自己的不行吗 对吧 这个所以就没人愿意跟他搞这个事情 这个叫有了可以讨论的明确的标准 美国人也是愿意来挣钱的 对吧 这个最典型的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榜样是谁啊 就是特斯拉和苹果嘛 苹果你是应用商店 就是用的苹果自己的 但是呢 他就说我符合中国标准啊 中国有什么要求 我就给你做 当然苹果有时候经常会稍微有一点的小傲慢 就是你给他一些要求 说你请你把这个下架 请你把那个处理一下 他会拖延一段时间 但是基本上人家办 特斯拉也是这样 就说哎 我有一个要求 你必须把这个数据中心建在中国 对吧 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 那么特斯拉就说 那我就在中国建数据中心呗 就谷歌也向走这条路 说哎 你必须在中国建数据中心 必须在那个什么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都会来做的 你只要有清晰明确的标准 他就会来做 但是这个过程呢 就是你不能退出去 你一退出去 是说我要重新进来 这事的很难 那我一直在你那磨蹭 一直跟你那去泡蘑菇 说哎 今天这样行不行 行 那样呢 我等两天 然后我们讨论一下 啊 着急了 着急了 我给你办啊 那个苹果跟那个特斯拉 好多这种跟中国政府的摩擦 或者说这种事情 都是这么来处理 对吧 他们就一直可以坐在那挣大钱 苹果在中国游戏收入 或者说叫应用 整个购买和整个应用支付的 这个收入 全世界第一 没有之一啊 为什么 因为咱们手机就 iPhone就全世界第一吗 就是美国人确实愿意买iPhone 但是呢 这个他人少 咱们14亿人 对吧 就是虽然没有那么多人 能买得起iPhone 但是总量第一 然后呢 这个大家也愿意在那花钱 那谷歌看着那边 这块钱他也眼馋 对吧 我安卓我都做了 然后你们这个小米啊 这个什么Opoo Vivo啊 荣耀啊 对吧 中兴啊 都是拿着我的操作系统 在那做手机 都在那买 结果我自己挣不着这份钱 他也着急 只要是给他清晰明确的 这个标准 可以去讨论 可以去这个上诉的 申诉的标准 大家都愿意好好干 都愿意好好干 好啊 这个故事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这个就是谷歌字典 退出中国的故事啊 感谢大家收听 帮帮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Discord讨论群 再见